哈喽 大家好 我们的厨房已经快要装修好了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二仙桥附近 这个厨器市场里面逛一下 就是买一些盘子之类的东西 还有一些比如说蒸箱之类的 我们先看一下 不一定今天一定要买 看起来干嘛 看起来干嘛 这个是要不熟的 这个是早就熟的 早就熟的啊 嗯 小时公分的啊 没有 差不多十一公分的样子 十一二公分 差不多 十二公分啊 对 几遍啊 几遍也是一样 肯定都是一样的 两边是一样的 所以我把发达给刷清楚对吧 把西藏的砍刀抹出来 嗯 好 就拿来一个吧 嗯 好的 这个 这个没得东西的还得了吗 没得得 可以拿来给泡水 泡水的刀也刮得了 下水可以 还挺热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骨骨的那种 大骨骨的 这样子啊 不是这样子 有盖的就好扛得起 这个外面要装几十斤肉用 装几十多斤的肉嘛 肉骨排 那个是趁减骨头 好 现在我们这里逛了一下 这里的厨具整体上比我们自贡富顺要便宜很多 就是可能便宜三分之一吧 果然这个市场越大它的进和取得都不一样 然后今天我们就先逛到这里 今天买了一些盘子 买了个砧板 买了两个坛子 然后下一次我们逛一下其他的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先对比一下 毕竟我们现在还在装修 还没弄好 Early the next morning 今天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工程的进度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 但是要先把口罩带好 因为这个里面的灰尖很大 是不在切这个瓷砖 现在我们差不多整个都已经贴了瓷砖 还有就是这里一点点没有贴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瓷砖是 是九块 九宫格的瓷砖 现在看起来它有一点点 那个看得出格子 但是到时候我们刮了那个 刮了缝之后就没有这个格子了 就是一片白的 当然也有的时候直接刮水泥 但是我们刮的是防水泥 那个白色的那个胶 就不会变黑 如果是刮水泥的话 那就是会很明显的看到 一格一格的那个黑色的灰尖 然后昨天师傅干了一天 但是很明显的 它后面是网黏起来的 后面是网 然后我们今天要准备切地板 这个地板就是我今天开始发了一会儿了 今天就可以切 但是可能就切不完了 这个颜色是这个颜色 也是防滑的 这是一个防滑的一个地板 地板切完了 面都干 干了之后再装那个抽烟机 油烟机装好了之后才开始排设备进来 还有我们这个沟 这个沟里面的话也要装瓷砖的 这里面三个面装那个瓷砖的 就是看起来干净嘛 它一些脏的东西也不容易吸在上面 现在就在把上面把它弄平 就是以前的那些瓷砖那些不平的地方把它斩平一点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子 大概五天之后我们的设备就可以入厂 今天弄一天明天弄一天地板跟墙丝关切好了 然后过几天就设备进厂 我预计的话也就是一周左右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做菜 拍视频可以 做菜也可以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们这视频就先跟大家汇报到这里 拜拜